打開的時候剛好就是在講男主角 然後那時候聽到名字我直接站起來 叫了一下 你就突然訪問 就在這樣啊 然後坐下來這樣 沒事了 會這麼興奮就是因為一旁合作演員 軟筋天熱騰騰成為準影帝 變成遺住的王靜 這回似乎忘複運再發威 比主角還嗨 昨天在坐車 昨天自己都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不是沒有特別的感覺 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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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嘴 大家只記得周楚 沒有人會記得被周楚燒掉那兩個是誰 帶來新片周楚除三害 軟筋天相隔13年在徵影帝 回想拍拼過程 激烈打鬥追逐戲壓力不少 跑到體力 跑到如我 都有一度都覺得我天啊 然後阿公阿嬤出來散步說 你還在走啊 你很厲害走啊 王靜挑戰也很大 尺度在突破還全員清場 真心的覺得這件事情 I don't care這樣 因為我覺得當下我只是比較緊張的事 因為我比較怕遇到就是語言的問題 我剛剛想到那個畫面 就是你不是那個Ben哥這樣 然後你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啊 現在剛剛那麼熟 你就這樣 我覺得Ben哥會嚇死你知道 你說什麼 雖然現在氣氛這麼歡樂 但王靜透露前期請了一些商家 拍片時碰到外婆過世 第一天我坐車去的地方 那裡其實是我外婆 每一天都會買菜的市場 所以我那第一天 就是在那個 過那個橋 要到永安市場站的時候 我就想說 天啊 以前每一次來都是來看他的 會走那個橋都是去看他 然後我今天來就是 就是來都是要來拍片 然後可能他不在這樣 王靜哽咽 險邪落淚 幸好現在交出亮眼作品 TVBS新聞許家瑞 許雲廷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